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杀掉你 不用变得比你更强 只要将你弱化就可以了 就像你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我们也会为了杀掉你 而不择手段呢 都是因为这些药 如果没有它们 鬼杀队的那点实力 怎么可能把我逼至极限 和同摩体内的那些不一样 我需要时间分析分解它们 忠实小姐的药奏效了 我们能赢 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了 刚才的 冲击波 到底 是什么 呼吸 无法 呼吸 全身 静卵 面对无惨垂死的一击 不仅主战场这边伤亡惨重 就连灰力灾所在的指挥部 也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不 不要紧 不用管我 小巴内和炭治郎没事吧 距离明还有 二 二十五分钟 依然 无法 呼吸 是非 被震碎了 就在无惨即将逃跑的时候 一只柱顶了上去 不出所料地被击倒 紧接着电视善意 仍旧被无惨击倒 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行动能力 艰难地 举起了自己的武器 炭治郎则用鹤刀刺进了自己的躯体 想要依靠鹤刀的属性 蓄力无惨穴鬼术带来的巨大伤害 此时此刻 无惨终于意识到 自己招惹了一群绝对不该惹的人 手臂像挂了签一样 抬不起来了 这群害虫不管怎么踩 竟然都死不掉 依然不停地涌上来 可恶